在今日的定期會議程中 憲議員曾正言針對貓羅西整治問題 希望縣府相關單位要重視貓羅西整治問題 並且謹述來處理保障兩岸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鮮議員蔡宗志針對貓羅西清淤後能夠利用清理出來的土 將兩旁较低洼的土地進行回天 且目前清淤的方式就是將土石堆積在河川兩邊 萬一又遇豪雨河水暴漲 兩方土堆就會再次被沖往河川等於白費功夫 因此也希望縣長及相關單位能夠與河川局協調 輸菌的土石運出去 我在這裡也把他們建議說 是不是這裡清理起來逃風 是不是來用兩旁邊比較地外的農地這邊 去問問問人要回天嗎 不過就是說 都沒有去問這些周邊的土地 就是把土地都從三旁邊移起來 移起來造成到路大後 陰座回來也是繼續無差工啦 所以我希望是說我們館長是我們幹部主席這邊 拜託人啦 繼續跟河川局這邊來合調 所順的土一定要清除你 不可以留在原地啦 在今日的定期會議程中 針對貓羅西整治問題 縣議員們分別提出建言 也希望相關單位能夠重視貓羅西整治問題 保障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記者陳偉一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